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男儿相识 并且在节目中取得优异成绩后 组成了gobo组合 当年艺术光荣传遍大江南北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 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 但是就是这样的两个帅气小哥 在组合后几年 面临了各自的发展 依旧选择的单飞 单飞后的傅馨伯在演艺圈和歌坛都没有什么代表作 显得暗淡无光 但却收获了爱情 收获了婚姻 与影儿结了婚 并有了孩子小月亮 最近参加妻子的浪漫旅行 她冲回了荧幕面前 而景博然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几年 终于等来捉妖剂让自己红到大众眼中 成为单红小生 虽然与女性妮妮前段时间分手了 但是夜上的景博然想必会越来越好 昔日清晨四少现状这二少 李一峰 李一峰从参加加油 好男儿后 戏而是推送出自己的个人一屁 然后就转战演员了 出演的幸福一定强 幸福对晴天 千金归来 古剑奇坛 盗墓笔记 枝子花开 麻雀 青云志 心理罪 在纽约 横然心动等等 可谓是每一部作品都很经典 提具代表异议 也是偏约不断 红变天了 昔日清晨四少现状指三少 乔仁良说到乔仁良 可能就是最遗憾的一位清晨四少 生前没有大红大字 死后却被诗人记起 确实是很可惜 乔仁良本是一个喜欢粉色的阳光男孩 赤因抑郁 于2016年9月16日晚 乔仁良在家中不幸此事 时间过得很快 都快去世两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